大家好,我是小马之日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意大利恐怖惊悚天 活失电梯 故事是这样子的 男主铁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成功商人 今天赶着和一位重要的客户谈生意 一路无话 在路上堵了半天后 很快就来到了公司 作为一名成功人士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是最基本的操作 这不刚进公司就碰到一个主动套进户的实习生 看你这么会来的事 明天就生你做我的贴身小秘吧 在搭乘电梯时又遇见自己的前女友 虽然两人都已经结婚 那也得撩骚一番 结果被前女友的死亡之卧 狠狠地握了一把 着实是有点蛋疼 蛋疼的铁柱继续上行 可就在这时 电梯突然出现故障 卡在了六楼和七楼之间 报修许久以后 着急谈生意的铁柱 再次催促维修人员 但没说两句 电话中就传来惨叫声 一脸懵逼的铁柱更加着急了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 于是乎铁柱使出吃奶奶的劲 徒手去拔电梯门 但电梯门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只打开了一嘎打 铁柱出不去 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这就很尴尬了 而就在这时 铁柱的媳妇打来电话求救 说一帮暴徒正在冲击他家的门 非常的吓人 由于铁柱在电梯中出不去 便拨打了伺机老王的电话 我是伺机 我姓王 人妻有难 我帮忙 但可惜这次失手了 铁柱在电话中 听到老王在去他家的徒宗 好像被什么东西袭击了 直接挂掉了 与此同时 铁柱这边也发生了骚乱 大批员工从电梯门口慌张逃窜 急得铁柱在电梯中乱蹦 这时前女友突然摔倒在电梯口 拼了命的想往里钻 但电梯口实在太小 前途后跳的她也真是钻不进来 很快她就被一股神秘力量 硬生生的扯走了 留下一脸更懵逼的铁柱 这是咋了 也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现在我很慌啊 不过幸好很快就有两个丧尸过来通知她 外面闹丧尸了 突如其来的丧尸给铁柱下了勾枪 不过铁柱很快发现 这些丧尸根本进不来 自己反倒很安全 于是铁柱拆下电梯扶手 给丧尸一顿怼 随后小实习生颠颠地跑了过来 看铁柱在里边待的挺安逸 也想往里钻 虽说你不是有钢粗没钢高 去了屁股全是咬 但捂着半天也没钻进去 最终被丧尸给咬死了 看到这一幕的铁柱 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媳妇 于是他急忙拨通了媳妇的电话 但电话那头却传来 媳妇惊恐的求救声 想到自己的媳妇事业小情人 都在这一天中化为了泡影 铁柱把怨气全部都发在了丧尸身上 给我找个曲儿 我嗨一下 气气他们 折腾累了的铁柱 打开手机 想看看外面的情况 果然外面的世界已经沦陷 满大街跑的都是丧失 就在铁柱感到无比绝望的时候 希望又再次降临 一个跑丢了的警察 正好路过电梯门口 发现了铁柱 确定铁柱没有被咬后 给了他一把枪和一个对讲机 自己就去排除电梯故障了 就在铁柱以为 总算碰到个靠谱的人了 对讲机里传出警察大叔 遭到丧尸袭击的声音 好在大叔命大 没有被丧尸咬死 而是从电梯顶部逃进了电梯 但可惜 大叔在与丧尸搏斗中被咬伤了 知道自己会变异的大叔 让铁柱在自己变异前杀死自己 那铁柱能干吗 再怎么地 你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你可败磨叽了 再磨叽就是两条鲜活的生命了 铁柱无奈 只好用枪打死了善良的警察大叔 大叔一死 铁柱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之宗 而就在这时 铁柱突然接到媳妇电话 原来媳妇并没有死 而是跑到了街道上 被前来救援的军队救了下来 得知这个消息后 铁柱重然逃生的欲望 他非常抱歉地 用大叔的尸体垫在了脚下 拿出了卡在电梯里的障碍物 就这样 他逃了出来 最后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下 被人类军队救了下来 电影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谢谢观看 拜拜